我在那边讲经,讲完之后啊,他们来找我。 也要我,问问我试试,他们有没有开悟。 我就讲老实话,我说你们没开悟啊。 他就很生气,这个和服,任伯切都说我开悟了,你怎么说我没有开悟? 我就说,我没开悟啊,你来问我,你一定没开悟啊,离开悟了还来问我吗? 我听说,我听说你这不听,怪事情。 怪事情,我不打网语,不是老实话,真归自打,贵己有道。 贵己,在佛法里称这个叫大王。 大王女,佛在戒经上,告诉我们,古报在阿比丁。 为什么呢?因为他破坏三宝啊。 学佛的人,无论是在家出家,要持戒,要真诚啊。 拿着佛法就骗人,那个罪就大了。 骗哪些人呢?骗那些很诚实,很虔诚的信徒。 信徒不怀疑啊,哦,你是大善知识。 你是大法司,你是大德居士长者。 他对你相信,如果你要成了道性,成了欺贫,你就对这种。 这些人,如何宣布呢?宣布他自己得道。 现在在这个社会上,我们常常听到,我都常常听到,有人告诉我,某人说,他是什么菩萨在来的,他是什么佛在来的,后再来人都无来的。 我们佛门当中确实有再来人。 但是那个再来人啊,身份一行路啊,就走了。 然后把身份铺路出来,还在啊,没走啊,这奇怪啊。 那佛门当中,各位想的,永明言寿大司是再来的,阿弥陀佛在来的,这个历史上有记载的。 可是人家身份一路就走了。 从来没有听说一个,身份路出来,不走的人,没见过,现在很多。 从来没有听说一个,身份路出来,不走的人,没见过,现在很多。 人家身份一路也走了,从来没有听说一个身份路出来,不走的人,没见过,现在很多。 那到底是真的是假的,你自己去辨评了,我们就不可以说了,你自己去辨评了。 为其道,这是大妄语啊,没有得禅定的,说得禅定。 这个摩尔开智慧的,说开智慧,这是,这个是,很多很多。 我在洛杉矶将近,好几年前,洛杉矶有五个年轻人。 那么我听别人讲的,这五个年轻人呢,都开了,这个西藏有一些喇嘛, 林波齐在那边红阀,给他们五个人顺喜,收集,证明了他们开了。 那么我在那边讲经,讲完之后啊,他们来找我,也要我,问问我,试试,他们有没有开悟。 我就讲老实话,我说你们没开悟啊。 他就很生气,这个洛杉矶,任波切都说我开悟了,你怎么说我没有开悟? 我就说,我没开悟啊,你来问我,你一定没开悟啊。 你开悟了还来问我吗? 就有这么些怪事情,怪事情,是说我不打网语,不是老实话哦。 这个是,是欺骗人,自欺欺人。 恒行威势,轻易悦,恒行八道,侵犯别人。 愚人未尽,又自缠绝。 他的目的,说不得就很简单,就是希望别人给他恭敬。 求民文立养。 尤其现在这个社会,不择手段的,所以提高知名度。 搞这些。 这都是妄于物。 不晓得惭愧。 不怕因果抱怨,难哭想话。 佛,菩萨对这些人,也没有办法教导的。 为什么?不肯接受,不肯说好。 常怀较慢,赖起歧视,复得盈护。 他现在生活还够得不错,好像还蛮有福报的样子。 什么原因呢? 过去身中修的福报当。 所以,这一身造作的罪业,我的古报没有陷阱。 他现在这一身所受,是前世所修的福报。 这佛家常讲, 人之过去因,今生受者是。 这一身,他享受过去身中修大福报,所以他现在享受。 一致来世古,今生做者是。 今生做这样的卧丝,大窝,古报没有陷阱。 古报在来世,所以现在世间人,很多人不相信因果报应。 看来说,某人,你看,善人做好事,他那么可怜,那么样穷困。 没有好报吧。 那些人做窝的,大富大贵,姚无扬威的。 啊,好像说,这个佛家讲的因果报应是假的。 不是现实,他不懂得因果是,果报是三世的。 他不想这个道理。 今世为我,佛得灭尽。 他的那个佛报,过去身修的佛报。 因为这一层作物,他对佛报想得干干净尽。 连福都没有。 我的佛报想尽了,寿命中尽,诸我为了。 到他,寿命尽了,佛报想尽了,这个,我的夜灵尽前了,这就堕落了。 那个时候就哭不堪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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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故窝老贵。 他是绝定不能够灭除的。 又亲民集,他的名字,他的那些四级,造作这些恶的恶极,罪业为雷,记载神明。 拥救欺引,无从实力。 他是绝定不能够脱离的。 果然他一定要承受的,但这情形弱于恒惚。 或过去是我们讲的尤顶,这个地狱里头有尤顶。 尤顾入这个顶,身心摧碎,身心枯极,当此之时恢复何起。 到地狱里面,守这个古包,当此刀山剑树,这个尤顶呢。 守这种古包的时候,后悔也不见了。 阿尼陀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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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尼陀佛